Hello,大家好,我是短腿 终于有时间回来向大家介绍这座我爱的城,赤峰 从成都到赤峰没有直航的飞机 要从北京或者护士转一下 深夜的这般去北京的飞机又不出意外的晚点了 终于上了飞机,看看节目,等着飞机餐 空中小哥哥问我是在拍视频吗 我说是的,还以为可能是不让拍吧 没想到小哥哥和我说拍的帅点 其实我并没有拍到脸 不过我小哥哥是真的挺帅的 午夜的飞机餐鱼香肉丝肉夹馍 吃饱喝足,飞机也要起飞了 距离我的美食越来越近了 一直很爱这座城的原因 除了勾人的美食 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大片大片的白云 天然的不像话 广阔的平原让每一次的呼吸都特别的畅快 很久不回来一次 这几天的聚餐基本上都被同学承包了 第一顿就来到了这家烤肉店 不是特别传统的那种 比较融合 除了当地的特色菜式还有一些比较新颖的 鳗鱼是招牌特色 还有各种牛羊肉啊 羊腰子啊 蝉蛹啊 烤牛肉干 就喜欢这种肉类多多的选择 配烤肉的各种调料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鲜又略带清爽酸甜的酱汁 烤肉的话果然还是用烫火的最好吃 鳗鱼鲜活得很 就是不清楚和这几只鲸鱼养在一起是什么操作 除了鳗鱼还点了几盘肉肉 切成薄片的原油羊腰子 不用烤得很久就可以吃了 调味的猪排厚厚的 味道微微的甜咸 两边同时开烤 这种大口吃肉的感觉真好 一边烤肉的时候 可能受到了热力的影响 鳗鱼头开始扭动 讲真我拍摄的手都在抖 旁边还有一小杯说是鳗鱼胆的酒 但直到最后也没敢尝试 不过朋友带过来的这个椰子味的老母酒 加上冰块意外的配肉 吃的差不多了 就请店员小哥哥帮我们烤鳗鱼 肉肉超级肥厚 烤到这个状态就可以吃了 皮子入口酥脆的同时又软滑 单吃就很鲜美了 但我更喜欢蘸这个蒲烧味的酱汁 味道调得很棒 不会太咸也不会太甜 粘稠度刚好包裹住鲜美的鳗鱼 不过吃的时候要小心哦 鳗鱼还是有很多小刺的 鱼肉超级肥美 嫩嫩的 十分的油润 这样大补的食材 完美的缓解了旅途的舟车劳顿 本地的小口馍特别的好吃 尤其是这烤出来的汁水 鲜美的不香化 拌花菜的出现让一直吃肉的我们 口里有了清爽的精细 辣并偏甜 开胃又解腻 扇杯饭的辣度远远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吃的时候我就在想 要是我成都的朋友来啊 估计是绝对无压力的 吃完烤肉再来一碗酸甜凉爽的冷面 完美结束 下午去了之前 我拍过的那期 奶豆腐月饼视频的这家糕点店 就是这里 吃了好多年了 虽说奶制品月饼有很多 但就觉得他们家的料最足又好吃 除了月饼 奶酪包也是好吃到爆炸 是我吃过最浓郁 料和面包比例最好的奶酪包 多一分就腻了 少一分又不够香醇 还是大内蒙的奶制品好吃啊 可惜太容易坏都带不走 玩耍了一会儿 下午又去见了朋友 转眼呢就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 傍晚的晚霞美得不像画 到了晚上 撸串走起来吧 感谢朋友的盛情款待 还给我点了榨菜 还有炒撑子 炒鲜子 肥美无杀 鲜得很 味道好 就是感觉壳朵肉少 终于能过瘾的吃残涌了 还有这有嚼劲 但又软嫩不塞牙的牛板筋 吃烧烤怎么能不喝啤酒呢 这次我才知道原来夺命大乌苏的真正奥秘是倒过来看 还有我觉得吃方地区最好吃的烤小腰 小腰被肥油温柔的包裹住 每次最少十串才能过瘾 爽脆不腥的小腰 配上烤的干香的醇厚油脂 调料微微的辛辣 能更好地激发出整体的香味 再来上一口啤酒 哎呀真是不摆了不摆了 锡纸宽粉和锡纸金针菇 看着虽略显浓厚的汤汁 但吃起来意外的辣得很清爽 配上灵魂蒜香 这个咸度下酒刚好 毕竟稍微咸些的才能给啤酒机会啊 还有这吃起来很过瘾 但爹妈不让吃的鸡脖子 每次B点的烤肠 以及让我心心念念的烤大腰子 一定是原油的最好吃 外酥内软 我喜欢烤得稍微干些 一口一个才过瘾 吃风整体口味偏咸鲜 咸味略重 如果不太能吃咸的小伙伴 记得一定要和服务员提前说 吃得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唱歌了 如果你还没来过这座城 有机会的话来旅游吧 牛羊肉超好吃 奶制品也超好吃 干净舒服 性价比极高 人们朴实热情 除了美食 还有乌兰不同的草原 明月传就是在这儿拍的 白鸟乐园的达里诺尔湖 阿斯哈图史里 贡格尔草原 盘龙峡谷 这里有草原 沙地 湖泊 温泉 冰川遗迹 山地森林 熔岩洞穴 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 最好的自然风景 站在这天地间 深呼吸 什么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这里是端腿 感谢你的观看 最近会做一系列 关于赤峰的美食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一定要记得尝回来看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地的朋友 到内蒙古之风来做客 草原上有一座美食层 我们永远在这儿等你们